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樊小慧曾经答应给四叔一家盖房子 并且出钱25万左右 然而 盖房子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四叔一家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嫌弃樊小慧没有帮人帮到底 于是在网上发声指责樊小慧 随后 樊小慧也不甘示弱地在直播中回应 房子盖好了 而且有转账记录 他还表示 他知道四叔 四婶对他好 他不愿意欠人家的 所以在能力范围内帮忙 没想到最后闹成这样 虽然具体的细节还在逐步披露中 但不管熟是熟非 这场闹剧都挺叫人唏嘘的 人这一辈子 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链接 老一辈总说 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 可现实生活中 别说是普通的亲戚关系了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 也往往会有翻脸的一天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千万不要等到反目成仇了 才突然想明白人性的这四个真相 一 亲情抵不过现实 有人说 在中国 亲情既是最可靠的 又是最不可靠的 因为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亲戚之间 天生就会比其他人亲近温暖许多 也要信任许多 然而 也正是因为这层纽带 视力和现实体现的淋漓尽致 还记得2021年的奥运会 全红禅一跳成名后 赶来祝贺他夺冠的人 络绎不绝 很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纷纷开着豪车 打扮得光鲜亮丽 上门拜访 就连全红禅的奶奶 电话也接了一整天 忙乱地应对着很多人来攀交情 论亲戚 看到如此情景 全红禅的妈妈不禁敢看 嫁过来之后第一次知道 原来自己家有那么多亲戚 讽刺吗 曾经他们一家 在贫困线上挣扎 妈妈出车祸没钱治病 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经常住院 那个时候 这些所谓的亲戚 对他们伸出援手的有几个 这就是人性的现实 当你有钱有权时 再远的亲戚都会围着你转 倘若你没钱没权 再近的亲戚也不愿和你多来往 除了皆为利来 更可怕的是一旦涉及利益 再深的感情都会扭曲变形 还记得看过一位读者的留言 她的朋友高考前父母去世 父母的兄弟姐妹得到消息后 丝毫没有一丁点 对同胞手做得惋惜 而是第一时间来她家搬东西 能搬就搬 搬不走得等离子电视 宁愿砸掉 也不能让其他人占了便宜 最后 还是邻居们看不下去了 帮忙阻拦 这才没被全部搬空 原以为经过这件事后 亲人之间温情的面具被撕开了 也就不联系了 结果 朋友后来自己创业效益不错 这些亲戚又舔着脸上门 要求朋友给他们的孩子安排工作 我讲这个事情 并不是想一棍子打死所有的亲情 这个世界上 多的是关系紧密的亲戚 我想说的是 好人与坏人是始终存在的 放在清源中也是一样 想要别人对你和颜月色 你必须不断努力 强大自己 当你赚到更多的钱 依靠自己买车买房 那些看不起你的亲戚 就会对你另眼相待 不想被人轻视 就努力地往更高一点的地方攀爬 亲戚是老天爷给的 但是尊重可以自己挣来 二 越是亲人 越见不得你好 有位网友曾说过自己的故事 他结婚的时候 别人问他婆家的条件怎么样 爸爸的回答都是 一般的普通家庭 农村家庭 网友一开始还不高兴 私下抱怨 他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但条件也不错 至少衣食无忧吧 但爸爸的回答 让他一直记到现在 他说 你嫁得好 我和你妈是真的高兴 但是别人不一定啊 你看大表姐当初嫁人时 夫家条件也不差 结果后来多少人去借钱 惦记张光占便宜 占不着的就暗地里骂她 你大表姐一家气的呀 所以我干脆说你嫁的一般 他们听了不惦记不嫉妒 给你省了以后的麻烦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的父母 真正希望你过得好的人 其实并不多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 打听有关你的事 只是为了确认你没有危险 以前公司有一位女领导 是个年薪百万的厉害角色 每次出门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唯独过年回老家时都是打车 一身长款羽绒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也不让父母对外透露她的收入 亲戚邻居都当她只是在外面讨生活 赚的钱也只够温饱 用她的话来说 财不外露 不然惦记你的人就多了 情况好一点的 就是问你借钱不胜其烦 情况差一点的 极度地恨上你的 还不知道会干点什么出来呢 千万不要挑战人性 最后说的肯定是自己 也许在有的人看来 这样的想法太过阴暗 我也相信 大部分亲人 都是希望彼此过得好的 但在他们心里 也有一个不能说的前提 你可以好 但不能比他自家过得好 这是人性的使然 谈不上对错 这个世界上 财富不均 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你越炫耀 以为让自己有面子 关系好的亲戚 表面上可能不会说什么 但回家后 难免心情低落 与你渐行渐远 关系差的人 甚至可能因此 会有意无意地排斥你 被地理插你两刀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所以 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都懂得低调 除了自家 以及最亲密的亲戚 对其他人 展示最差的一面就够了 三 亲戚间最好的关系 是殊不余据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 小时候常常把亲戚二字 看得美好而重要 长大了 开始独立生活才知道 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 互相设法沾光 沾不上光就翻白眼 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 确实 这几年每次有关亲戚的话题 登上热搜 几乎都是年轻人的吐槽 但事情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 亲戚之间 哪怕小时候关系再好 但真的长大后 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 彼此很难有共同话题 再加上老一辈和现在年轻一辈 在思想层面 认知层面的不同 一些小摩擦和琐碎的事情 也就多了起来 一位博主曾分享自己的过节感悟 小时候我喜欢亲戚聚会 后来工作后讨厌亲戚聚会 就是不断攀比 被催婚 但是这两年 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有些亲戚真的一年才见一次 但是在见识行动缓慢 头发白了 眼神也不再清澈 但不变的是 见我的时候依然叫着我的小名 聊起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才发觉 其实很多亲戚 根本没有坏心 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想法和认知不同 饭桌上的过问 对我而言 是他们对我的关心 哪怕有时候讲了一些让人生气的话 但其实对我的人生毫无影响 我不能让他们理解我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 这并不会改变我想要走的路 只是人生真的很短 可以和家人聚在一起的年 过一年少一年 一个人的成熟 总会经历三个过程 理解 接受 享受 而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也会明白 亲缘是怎么也斩不断的 所以 与其退避三舍 不如择善而交 在值得的亲戚身上 付诸时间和感情 最妥当的相处模式 就是熟不余据 既不必过分亲热 也不必过分疏远 把握好分寸 彼此间才能感恩长久 四 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 无论爱不爱 下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其实人到了一定年纪 都会开始眷念亲人的温暖 虽然曾经有过矛盾 也起过争执 但亲人之间 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当你老了 去兄弟姐妹 亲戚家走一圈 就会明白 曾经的仇恨 其实都没有意义了 有位网友说 去年他爷爷的弟弟 也就是他二爷住院了 本来两家人因为一些矛盾 很多年没有来往了 但在二爷去世前 爸爸还是带着88岁的爷爷 去看他 那个时候 二爷的意识 已经很模糊了 一进门 爷爷就开始哭 问二爷 你知道我是谁吗 认识部 二爷哽咽地说 是我哥 当时在场的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 都哭了 没过多久 二爷就去世了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友情可以放弃 爱情可以选择 而亲情却是你一辈子 也不能选择和放弃的感情 这个世界 也许没有永恒不变的爱情 但一定存在 永恒不灭的亲情 那是父母留下的期待 也是卖卖相传的真情 有个视频 曾经看哭了很多人 88岁的远嫁老人 在子女的陪同下 跨省看望78岁的弟弟 和弟弟分别时 两个人都哭成了泪人 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回娘家了 一个86岁的弟弟 去看望89岁的姐姐 两个年迈的老人 在短暂的相聚后 离别是依依不舍 互相说着保重身体的话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此去一别就是永远 都说半是父母半是妻 一是姐弟一是情 但可惜 人这辈子也许只有到了这个年纪 才真正懂得兄弟姐妹的感情 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 人生虽漫漫 却只一世轮回 兄弟姐妹也只有这一辈子的缘分 下辈子 无论爱与不爱 都不会再相见 有些道理就别懂太晚 遇事多沟通 好好经营彼此间的关系 有和睦的亲人 真是一种福气 趁人还在 多多联系 趁情还在 好好珍惜 对于不知珍惜的人 就保持适当的距离 无需纠结于血缘 做好自己该做的 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好 亲人诚服 请熟不余据 亲人情深 请好好珍惜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您的每一个留言 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